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回到婦女節之後的《箍進天下事》 我不知道大家這個掛施婦女節過得如何 有沒有送花給你的老婆、秘書 或者甚至一些特別好幫得手的女職員 幫不了手就算了 當然我想在這兩天大家可能都很關心 或者不想關心或者不想理 就是這個《基本法》23條的立法 但一會兒你會看看究竟《基本法》23條立法 表面上我們這個教學平台 23條立法好像跟教育沒有太大關係 由上課上課都會破壞國家安全 或者上課的教學內容會洩露國家機密 或者甚至是煽動等等各樣東西 一會兒跟大家講一講 大家在未開始之前先講講這個星期出街的節目 第一項節目其實應該昨天已經做了 昨天也看了也挺好看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自己用的是一個什麼的瀏覽器呢? 如果你用這個框的話 你自己省定一些好字為止 《箍向未來論壇》 你現在看了這個《箍向未來論壇》 大家也有留意到就是 特別是這個安詩事件 看到相關的一些網絡公司 是大量的蝕取著不同國家地區 包括香港 包括可能是香港各政府部門 公民社會組織 大學等等一些網站的一些資訊 大家都想想就是 你現在看這個《箍向未來論壇》 是用的平板電腦 你的手機 或者甚至你用的電腦 其實是不是應用了你日常使用電腦生活習慣 然後賺出的相關資訊 就是正正你之前用相關外用的一些資訊呢? 那你說其實你不要想 你其實有責任是要保障這個網絡安全 不單是為了自己 甚至為了家人 那所以今次這個節目 請兩位對於這個網絡安全頗有經驗和研究 無論是從事相關的研究報告 甚至是被人動過的一些人士 那第一位就是楊和新知先生 就是網絡資訊網絡保安專家 他是擅長於網絡深深 系統防護和入侵政策工作的 然後第二位就是我們間中節目裡面都出現的一個 就是客席這個主持就是抗線請 Gracia就是對中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 擅長於個人資料保護和數位權利 那兩方面的研究範疇 那鍾Sir就會是這次的這個論壇主持 其實如果大家一向已經有訂閱、點贊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鐘 關於我們的YouTube平台 基本上你已經收到這段影片了 然後另外一個節目 不多不少都要講一講我 就是鄧炳強的命運 繼李家超命運之後 有鄧炳強命運 當然這次透過鄧炳強本身上的經歷 甚至會透過比較李家超、葉劉 會解釋就是說 其實鄧炳強本身 究竟是不是一個在中共眼中 徹底信任和中心的一個官員 執行或甚至多做中央給他的政策 還是實際上其實只是一個披著羊皮的浪 甚至是扮豬吃老虎 在主人面前就扮奴隸扮狗 但是在主人後面就扮小主人討王 甚至我們會說如果鄧炳強很大可能 如果你說李家超中途沒得做特首 會不會中途他成為特首呢 甚至會不會成為2017年這個特首候選 特首選舉唯一的候選人 這些將來的事我們不知道 因為習近平也不知道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這個趨勢 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以他人的野心和能力各方面 都不能夠這麼說 就是說他可以做特首的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說 他太聰明了 太聰明的人在中共眼中 能不能夠可以上位呢 我想鄧炳強看完我們節目之後 坦白說 其實有個頻道都知道 我這些節目都已經被香港 一些國安相關部門都監視著 所以麻煩監視著這個節目的朋友 告訴鄧炳強知道 其實你上不了位因為李家超 告訴李家超知道 其實鄧炳強想搶你的位 大家不要打架搞定它 好了 今天我們節目剛剛講到23條立法 好了 話說不論是《國安法》 或者《23條立法》 其實到了這個階段 你說香港人 其實如果看回我們 《23條論壇》那三個節目 其實都有超過一半的觀眾都來自香港 換句話來說 雖然在香港主流媒體裡面 對於《23條立法》 似乎用一種好像冷冰冰 甚至是不理不睬、難處理態度 但實際上 但凡是關心香港前途 或者香港未來發展的人 《23條立法》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轉捏點之餘 他們會用不同的形式 以一個安全的方法 繼續去理解關心 是完全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版本的 當然剛才一開始我也講到 就是說《23條立法》 其實好像針對一小撮可能是有錢人 大家都怕會不會有錢人 或者甚至一些以前的官員 或者甚至一些公務員 其實已經不能走 因為其實現在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總之我說 我覺得你威脅國家安全 我才靠留你這個14天 加48個小時 就是16天 然後你又不可以見律師 那差不多被人說 預先被人先困了兩個星期 那麼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你去到學校 去到課堂的教授 課外活動各方面 其實現在在香港的國安教育 或者外國教育已經做到滴水不來 大家有看相關的一些 譬如卡洛始終也有說到很多 但是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23條立法 和教育界 和學校 和這個課室 資深交流 或者甚至老師講實的內容 甚至課外活動 諸如此類 是完全無關 所以在看這個節目 如果你認識的家長 為人父母 兒子都還在香港讀書說 不用管了 23條不關你的事了 你繼續 上學就上學 上班就上班 這樣 是不是 現實是這樣呢 實際上 其實23條 若干的可能一些內容 僑民各方面 可以其實已經對於學校 對於教學 或者甚至對於一本教科書 都已經有影響 結果大家未有心靈落法 已經開始做事了 所以這次我先交給 大家想誰先說 各位觀眾 我感覺到觀眾說 都是鍾Sir先說的 所以鍾Sir先說 謝謝 首先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3月份搞了 2月份搞了幾次的 基本23條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都說了 一條這麼重大的法案 沒有理由發握無聲的 所以我們希望找些人去說 找些人也有些困難的 有時候 但是很多謝觀眾支持 每次都有半幾人看 而且七成的觀眾是在香港的 證明了香港人雖然出不了聲 但是仍然很多人很關注 這個很重要的 但是 也留意到一點 不單止說23條的論壇 很多人在這看 但是都不出聲 甚至近期很多人 我們放上不同平台的鐵文 很多人說 不敢like 就算like 都不敢share 因為怕被人追究 這些我們都知道的 在過去幾天 23條開始 3月8日 突然間就說要上馬 然後立刻三讀 立刻二讀 朝早二讀 朝早一早刊憲 朝早上午就二讀 下午就進入審議階段 這些這麼兒戲的 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立法過程 大家知道的 一條這麼重要的法例 只有一個月幾十星期 這星期裡面是沒有法案的 突然間3月8日 朝早爆一條法案出來 然後當天早上就要二讀 然後下午就可以進行 逐條的審議階段 到晚上已經審議了四分之一 可想而知這個過程 多麼兒戲 我相信很多議員 根本都沒看過這份文件 也都沒看過法案 我懷疑李家超 都是3月7日 在北京收到的法案 真的可能 這條法案可能不是 不是香港律政部門寫都不頂的 這個可能性我覺得 不可以排除 怎麼都好 這條法案 不可能對香港人沒有影響 肯定很有影響 而且肯定影響不是少數 肯定影響很多人 3月8日開始進行審議 昨天我已經收到有電話 告訴我 他家裡有一些《蘋果日報》 和《蘋果日報》的刊物 他不想扔 他問有沒有人可以在英國這件事接收 已經有人去做這些事情了 我們也看到網上的朋友 在Facebook上說 大家應該買好一個原子粒收音機 準備隨時收聽 收聽美國之音 就是超短波的廣播 這是一個將香港推回洪荒世代的一個法案 你看看那條法案的條文 怎麼會對香港人沒有影響呢 是對所有人都有影響 香港變成一個徹底的大監獄 你是連神父聽到告解 都說你可以在這裏舉報 不然你就引判割 是吧 這是什麼世界 是吧 黃大仙如果那些簽文 是夏天的話 就煽動這個恐慌情緒 黃大仙也不用做了 其實是很離譜 很過分的 這條法案 你看看那些條文的罪行 非法操練 什麼是非法操練 Manson每天去游泳 非法操練 坐14年 這些 坐7年 我覺得這些是極其荒謬的罪行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受影響 每一個人以後就連發開口夢 可能都要小心 因為你隔壁的老婆可能會舉報你的 她不舉報你的 她也犯法的 你不想說是習近平正戰種 那你就死定了 你老婆不告發你的話 就是全家門門一口抄斬 可能要去到這麼離譜的可以 所以對教師怎麼會沒有影響呢 其實也不用說23條 幾年前那條《國安法》之後 我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現在香港的教師 是變成一種厭惡性行業 為什麼這麼厭惡呢 因為根本就不能夠暢所欲言 你看看現在大學的那些講師 那些教授 很多人跟我說 他們在課堂拿著他們 預先很小心 已經整理了的 剔除了所有 他認為有風險的講法的power point 然後就由頭讀到被讀完 轉身走人討論都沒有的 現在是敢教大學的 大學已經不成大學 現在學生會都沒有的 那你中小學的老師 誠黃誠好 大家都記得 早幾年楊潤雄做教育局長的時候 曾經用小小事 迫害一些教師 令他們 不單止脫牌 說中生都不讓他們搭到校園 他們以後 所以其實對教師 怎麼會不會影響呢 很多在中學教書的朋友 清楚知道 過去幾年 是步步為營 因為你的班裡面 只有一個學生 他的家長 是那些 就是那些 毫無道理的 那些藍絲的人的話 你放了一段 龍珠卡通片 可能都說你煽動這個 用日本文化來矮化中國文化 所以其實 過去幾年 香港很多老師 基本上誠黃誠孔 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這麼多老師離職 很多資深老師離職 很多年輕老師 讀完這個教育大學 或者其他教育學院的教育文章之後 直接索性 不入職就算了 我是馬上丟人的 因為他覺得 趁自己都還沒踩進這個圈 不如就不要踩進去了 這堂軸水踩不過 因為一份這樣的工 是人工不錯 但是 就是 講俗一點 叫你做仆街 就是 洗人的腦 跟殺人的腦 根本沒有分別 所以他寧願不做 也都不想誠黃誠孔 這樣擔那一份 根本就完全沒有空間的工作 你看到最近 就算連一個小學生 過境的時候 在教科書裡面 有地圖 沒有了那段所謂九段線 或者叫釣魚台 不是叫釣魚島 就已經被海關邊防人員 去撕掉他的教科書 就是說 一些普通的官吏 在衙門的牙差 就已經可以作為政治審查 那哪些東西可以在教科書裡面存在 哪些不可以存在 哪些是真實 哪些是虛假 而是所謂真實虛假 就任他決定 根據黨的標準 大家都知道九段線 幾年前已經在國際開示法定 被判決無效 沒有意義的了 只不過現在中共繼續說 那段九段線是他的 你看看那段線就知道了 那條線 那條舌伸到人家門口 離開了你國家的邊界 你說是你的 憑常識都知道你亂來 但是 但是 在香港 在中國現在的教科書裡面 充斥著這些荒謬 充斥著這些荒謬 自古以來 這裡有中國領土 那裡有中國領土 閹塞原來是中國傳統文化來的 就是這些說法 老實說 就是 全是霸主心態霸權心態 但是這些 現在就全部成為教科書的內容 也都要你們所有人 不說不行 你不說都犯罪 你說了和他不同的話 就違反國家安全 煽動 煽動 煽動由兩年變得坐七年 說句話可以坐七年 收家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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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暗示可能犯法的 就是這些是什麼世界 所以我覺得 我絕對相信 不會對教育界沒有影響 其實對教育界的影響 在《國安法》之後已經出現了 到了 有了23條 現在根據現在這條立法的法案 現在看到的法案 我都沒看完 看法案那些判刑標準的話 老實說 現在不單止令你在課堂上要步步遺形 你還要預防被人弄鬼你 他只要有家長有學生 什麼原因都好 去找個理由告法你的話 你都一身危周身沒有空 而且你是面對的 不單止除牌 或者不讓你入校園 你看看那些判刑 那些判刑 動自7年 14年 20年 終身監禁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會使得 香港整體的社會 變成一個大監獄 也是一個完全沒有了 言論空間公民社會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 它的影響 是一定全面地改變香港的原本性質 如果香港是難以生活下去的 所以我希望 所有繼續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你們 就算不能發聲也好 或者受到現在的三條 這些議員在審議過程的奴才上 可以說是暴露無遺 要你們 就是一個行政機關你不去制衡它 它叫你盡快通過 你還要 拉大隊出來曬冷 還要說很光榮 這些是什麼議員來的 這些人民代表來的嗎 這些是走狗來的 這些是 就是我們看清楚 如果說的話 我覺得看香港生活的人 就認清了這個事實 就是我覺得要盡量小心 也都不要讓你們的子女 去完全被動地 被這樣的教育 還有在這條23條 《國安法》 在於是第一下的社會環境裡面 無條件這樣接收 這個政府 遍面講的信息 我都講過 洗腦教育除了要那些人洗腦之外 還要令它扭曲變形 令它變成品格上 意識觀念上 以至思維能力上面 變成中共想要那一類中國人 那一類中國人 你看那些小蜜蜂是怎樣的 你就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小心 其實這條23條的條例 其實出來的反應 香港這一邊自己可能就比較靜一點 但是國際社會 尤其是跟香港相關的商會 外交官其實已經出聲了 但是這些聲音 其實去不去得到香港市民的耳中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看回報道就是 瑞典商會主席 他就說 那個條例是模糊到 令香港進入一個所謂的未知的境地 他用的英文就叫 untested, uncharted waters 這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其實香港一向來講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一切的東西都要講道理 講原則 現在的事情是含糊到一個地步 其實你是在阻礙外國人 對於在香港裡面的經商 亦都是令到外國對於香港 失禮了信心 我看到一個最重的判決 就是來自於 發生了一個 引述一個匿名的外交官 他就說 整個23條的條例草案 是worst of all worlds 就是說全世界 所有這麼多的法律裡面 集合在一起最差 他就說哪幾個最差的部分 集合在一起呢 他有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中國刑法最差的那個部分 然後911襲擊之後 英語國家反恐法律 最差的那個部分 然後再加上 殖民地 就是香港殖民地法律 最差的那個部分 三合一 你說不混蛋 混蛋硬的 講真講一句 好了 但是問題呢 李勝告訴我們 尤其是作為教師 有時候可能這些事情 想得比較簡單 我安分守己 我怎麼煽動到國家 怎麼做到間諜 我在學校裡面 教過書 怎麼披露國家機密 這些關我什麼事呢 但是問題大家不要忘記 一件事就是 你現在身為中國人的話 其實你要用中國的邏輯 來去理解整件事 他現在描述的 不只是一個現在的狀況 大家如果熟讀文革的話 都知道除了反革命 這個罪名存在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歷史反革命 不只是現行的 就是說其實你就算你很簡單 譬如我以前這樣做歷史 他會覺得你是用歷史來去嘲諷 或者是反對政權 尤其是現在還有一條條例 他就講到明了 就是用著 以前六七暴動的時候 那種邏輯就是 你就算管有煽動的物品 都要給你三年 那怎麼為止煽動呢 我就給你一個例子 如果你不相信這的話 大家可以拿回2017年 我那時經手了 DSC那份的試卷 那這份試卷 其實那些中聯辦 出來了之後 是震怒的 當時其實是用 它是通過了 可明局的高層 來告訴我 你不要再搞這種事情了 就是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下次我保你不了 那份卷怎麼嚴重呢 我那裡有一條是 香港市的題目 那就是我用1982年 革新會所做的 香港前途意見的調查 那是一份客觀的歷史文件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數字呢 是令到官方相當之尷尬 就是現在官方相當之尷尬 咦?你又有? 你什麼鬼都有了 就頂你這個鬼 唉,我都不拿出來的了 Benson真是厲害 果然是大仙 不單是宗教大仙 還要是 Past paper大仙 有些什麼 除了找我之外 DSC就是你特大仙 Benson 好,言歸正主 那這個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這份82年的革新會的前途 香港前途意見調查 問香港人 受訪那些 你對於香港的前途 你有什麼看法呢? 有百分之七十的香港人就說 要維持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這個現狀 好了,然後有15% 這個就是第二大的意見了 15%就成為聯合國的托管地 就是說將來那個主權狀況再有變的時候 才再去斟酌 但是現在呢 大家不要爭了 中英都不要爭 是要給聯合國托管 真是現在我們所謂的 香港的主流 與愛國愛港 要回歸中國的話 這個意見 就是說中國要收回 並且受中國的管治 有多少%? 4% 那你說生氣不生氣? 是不是? 接著呢 那條題目就是問 要從這個資料裡面 推斷香港人對於香港前途的一項憂 那麼1982年來講 這件事很正常 但是問題站在回歸之後 尤其是香港這邊 那時候就說要二次的回歸 那你還告訴香港人聽 當時香港面對這個狀況 你就是令到政權尷尬 並且在煽動著香港人 是要不愛國 就是他有權這樣去理解的 就是說其實換句話來講 所謂煽動的話 不是只有現在要你去仇視中國 而是說你用歷史的材料 告訴別人香港曾經有這個憂慮 可能已經構成一個煽動 否則中英說怎麼會這麼生氣呢? 那當然這個東西跟他小器 跟左仔的想法有關 但是問題是客觀上面呢 你這樣的行為的時候 他可以有個自由 就是他有個亂來的空間 來做一個演繹 那其實都已經構成了一個危險 好了 那當年還有另一條題目 其實這一個先 也都是有人告訴我 就是中英國那邊是非常生氣的 我是用了什麼呢? 就是不是我了 那個心提委員會 就是1945年的時候 毛澤東七大 就是中共七大政治報告 那裡面其實就在說一黨專政 多麼混賤 他就說一黨專政已經失去人心 威信素地 在中國裡面已經沒有一個 還敢說一黨專政還有什麼好處 然後還有說 自由呢 是人民爭取回來的 不是有人恩賜的 喂 你解放戰爭之前說這些 也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現在這樣說的時候 即是煽動一些人 慈喇 不願做努力的人面 是不是? 那你這樣說 搞歷史的時候 還有我們題目就問 假設你是一名1945年的時候 中國知識分子 你會不會支持中共? 喂 答案當然是一定要的 還可以不支持的嗎? 是不是? 所以你這樣說 出題目的時候 雖然是歷史 但問題是政權是有權 將它理解成為 你在煽動著人 通所謂的批判思維 所謂的自由思考 來構成一個 反對中共現政權的空間 所以其實 將來加上23條 這個條例的話 香港的教師 只能夠乖乖的 利用 將來不知道 txtbook會不會再嚴格去審查 因為剛剛才說 這個一幅地圖 明明審過都有事 那就是說 整件事要出向於更加保守 教師不敢去發表意見之餘的話 就要再看低一線 去搞一些很低B 不需要思考 全部要共產黨校 共產黨校 那些事情來搞 再下一步 會有什麼發生呢 其實這個極左政權裡面 你只能夠左過官方 你才會安全 所以其實 令我想起最近 有一篇文我看過 在中國裡面 其實發生的一個文革 再次發生的一個勢頭 龍虎山泉 大家都可能留意這宗新聞了 就是說 你竟然是龍虎山泉 這個品牌的抗泉水 他用了東京淺草子五層塔 來作為一個招字 貼在那些水上面 就已經被中國網民說 他亡恩負義 親日 眉日 來批判他 以後我不喝龍虎山泉子 這些這麼瘋的事情 只有中國才會做 好了 另一個例子 就是說 清華大學 這個例子我還搞笑 就是說 美國政府早前制裁七間大學 就是 國防七子的所謂 那些跟國國有關的大學 但是制裁名單裡面 就不包括清華 所以中國人就覺得 喂 有什麼可能制裁名單裡面 不包括清華 就是說你叛國 可能我制裁你 中國人制裁你 起來來到 去杯葛這個清華 就說他賣國 那還有一件事 就是什麼 莫言 就是一個文學家 羅普爾文學長 就說他的洪高梁 是醜化白露軍 侮辱革命先烈 和抵毀毛澤東 所以要求 莫言要向全中國的人民 每人賠償一元 總共要賠償15億元 這個叫做 他稱呼為什麼 名譽損失費 中國有15億人這麼多嗎 這個就是笑話 但是問題 你看看這些中國裡面 發生的極左事件的話 你有個感覺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在教育裡面 一個想有成就的老師 可能就要挑動你的學生 極端的愛國情緒 讓他要有一些的 就是以愛國為名 然後要對某些機構 來去施壓暴力 那你訴訟就說 我通過這件事 可以訓練到學生的 愛國那些思維 這些可能是將來 香港會發生的事 你看看現在那些官 你都想像不到 幾年前的 香港還有少許理性的官場文化 現在會發展成這樣 就是全面那個立法會 要幫這個行政機關 做太監 來去通過一個這樣的法律 那這些東西其實 在將來教學界 可能會照反主管 這樣發生 再會再阻下去都未定 所以將來的 香港的教育 由幼稚園到大學的話 其實你都真的不要想著 可以學到什麼好的知識 相反在裡面的話 你可能會極速變成小粉紅 那個速度可能就跟香港光速 來它為之化一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想清楚 這件事 怎樣來它為你的子女 鋪了一條你覺得理想的道路 其實現在我所知 很多家長都在想的了 當然有部分家長 很難否定有因素 就是你不是每個人可以離開香港的 就是可能有家人要照顧 可能有一份自己相當喜歡的工作 有一份很難捨棄的收入 或者說對香港真的很有感情 未到最後一步不想走 就是未迫到近身 不覺得自己有事 所以很多人選擇留下來 這個絕對理解的 也有些家長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已經作出部署 就是想要小孩子大些 送他去第二道讀書 已經在存錢 很多人都知道 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在那邊想著明年會移民的 現在是因為在機構升職 做了高層 那就變得很難 人生交差點了 現在就想著不走 賺了幾年錢 然後遲些送他去讀書 那這些完全可以理解的 問題就是說 你怎樣令到他在 離開香港去外地讀書之前 他不至於已經在觀念思維上 受到嚴重的扭曲和傷害 這真是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觀察這麼多年 我覺得 早期教育造成的影響 是很難扭轉的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他令你的世界觀形成了之後 其實你很難扭轉 造成一些偏執的人 就是這樣 能夠在這種偏執裡面 覺悟的人 是有的 但是很少數 這個是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其實很多家長 各種理由 想著 遲些先送上來之後 或者說 不怕的 但是下課就認識的 這樣 有些家長是這樣想的 我就只能夠說一句 希望大家不要心存挑衡 就是如果你認為你的子女 會繼續在香港讀書的話 那我們真的要做些功夫 去幫他解讀 這個很重要 就是怎麼解讀呢 就是說 你不要給他的思維方式 和那種觀念 變成中共想要他做那類人 你看回國內很多 或者大陸很多那些短片 西西哥 西路仔 就已經很 就是被那個老闆洗得乾乾淨淨 變成中共想要他做那類人 就是你讚日本 他都說不肯的 他都哭的 或者說在觀念裡面 真的很想 就是 很想 就是 日本來這些地震和海嘯 我最近寫一些文章 遲些會在大紀元特項上會出 我講了一個我自己個人的故事 其實 這類的人是很多的 我曾經幫過這些人 但是追求來 你都會發覺 這個世界是會 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因為 政權用盡他們的資源 和他們能夠擁有的權力 無死角地去營造一個原地 目的就是想製造一群這樣的人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家長 就是你的孩子 要繼續香港讀書的 你不要心存小幸 你要做些事情 做些事情去幫他們解讀 解讀當然很困難的 你也要考慮小孩學校裡面的危險 但是 你還是要兩個去取其輕的了 就是怎樣令到小孩子 是保存著一種自由的意志 我們所謂像一個人 保存著一種 就是能夠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個很重要的 不要給一種這樣的教育 和一個這樣的社會氣氛 是摧毀年輕世代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香港也好 在海洋也好 做家長也好 一般人也好 也有責任去做 所以我覺得 有人在網上說 都要買好一部原子德商機 這樣說 這個說法 有些咒語好像很荒謬 但是我想一下 都不是一定是荒謬的 就是到頭來 當你發覺 所有宣傳渠道都被它霸了的時候 有部原子德商機 聽一下美國之音 怎麼轉播 都未必是壞事來的 我講這個說法 可能是違反了國家安全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各位家長 要認真 各位香港人 要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當然啦 就不是說 所謂要部署的話 就一定要疑問 這件事 比剛才忠Sir說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也都有很多考慮 但是問題是 教育是在地的 學校派了什麼教材 怎麼教法的話 你要去拆解它 拆解之餘的話 其實你要將事實 預早告訴你的子弟 譬如以教歷史為例 其實有很多現成的素材 是可以用的 譬如 當有人說大一統是中國的歷史趨勢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你的小孩 其實中國歷史上面 所謂統一 所謂統一和分裂 是擱佔一半時間的 就算到現在 假設你用回中共的史觀 就是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話 就是說 49年至到現在 中國都不統一的啦 是不是 那你就要告訴你 喂 統一這件事其實是一種的 想法 是一種幻想來的 是一種史觀來的 究竟是多少 你自己去想 這個一點 好了 如果太深的時候 你就用回孫中山 毛澤東那些來講 孫中山見到清朝不妥 搞革命的 其實革命 暴力 這件事 其實對國家 可能是好事來的 大家如果是 有這個條件的時候 你就去做 這件事 如果你否定了暴力的時候 那孫中山 都是黑暴來的 那你覺得孫中山是黑暴 還是英雄 那你就自己去思考 好 再講 毛澤東共產黨 喂大哥 1912年 中華民國 建立政權之後 那你共產黨的話 其實去到 抽收起義之後 其實是在建立非法的政權 這個非法政權和中華民國是並存 那你怎麼去思考呢 那這些在這個學校裏面 不會有這麼多的事實 你家裏面嘗試跟那個小孩討論 讓他知道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歷史 並不是Test Book說得那麼簡單 你自己慢慢去心思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人就會成長 見慮是怎樣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讓小孩知道事實是怎麼樣 那這件事可以在雙軌平衡來進行 那這個學校那種的奴化 黨法教育的時候 那個成效就不會那麼容易出現 那這個家長可以自己去參考學 這個可能講遠了 不過我只能這麼說 就是為什麼要洗腦教育 為什麼要控制所有的傳媒 為什麼不讓人說話 為什麼一定要說他那套才 才不用犯罪 說一句和他不一致的就是犯罪 為什麼一本書 你沒了條線就會被人撕呢 原因就是不能不面對事實 你說大一統好還是不好 這個可能講遠了 不過我只能夠說 我都對中國歷史博來的認識 中國大一統的時間 其實就是中國這麼說 中國歷代的朝代代秦朝之後 為了大一統 犯下了無數的罪行 不是就不會有 就是 哭崩長城這樣的故事 就是為了大一統 為了達到大一統 分散的 為了達到大一統 更嚴重的罪行經常都發生 滿清為了要統一這個新疆 在新疆有個別的民族是完全被消滅的 左宗塘平定新疆殺了很多人的 這些都是為了大一統 這些都是為了大一統 而犯下的罪行 反人類罪行 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理所當然的 有些事情 不是這麼絕對的 有些事情不是 層意很高 一定是對的 可能是造成很多邪惡的 納粹黨 為了要淨化日二萬民族 德國 被屠殺七百萬猶太人 他的理念 和今天共產黨在香港 太陽光洗腦教育 或者二十三條國安法 有什麼本質上分別 我覺得完全沒有分別 講完 好了 補充一點 剛才你突然這樣說 我腦海裡叮一聲 其實同一件事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去看 就是一方面 中共就說 譬如說1945年的時候 解放西藏 另一方面 所謂被解放的西藏人 其實他的看法又不一樣 所以其實早兩天 應該什麼時候 昨天而已 不是早兩天 3月9日 就有一個叫做光傳媒 這個不是香港人的光傳媒 其實光傳媒最少有兩個 那個是在外的那些 中國民主人士搞的光傳媒 你上個YouTube可以找到的 他們搞了一個網上的叫做 紀念西藏自由抗暴日 第65週年國際研討會 我也收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但是那天 因為我從來不在家裡 我沒有看到 大家可以上去YouTube 找回這個節目 上去看YouTube 不用死的 你可以去看看 你就會很容易看到 原來有一幫人 尤其是那些訊文 看法是跟官方不一致 這句話應該沒有犯國安 大家看一看 原來官方以外的空間是這麼大的 你就會知道 其實那種洗腦教育 其實已經無怨不戒 它只能夠容許一種聲音 而這件事其實 將來如果大家很乖乖地 去接受公事這波洗腦的時候 其實就會很深入那個腦海裡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從頭到尾 就說 你其實不需要做什麼抗暴的 你要解讀而已 一種的教學模式 只能容許一種聲音 我就要最少多一種聲音 只要能夠多一種聲音 孩子就有希望 好了 我想補充最後一句 就是現在官方說法 1949年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統一了 所以就算連中國內部的教科書 對西藏新疆問題 就很多實際的情況是模糊化了 所以剛才的樣子口快派 可能都說錯了 中共入狀不是1949年 是1951年 兩年之後的事 是兩年之後 哦 等一下 說錯了 1959 我不是1949 1951年 1951年就跟達拉拉玛 我看錯了 1959年3月10日 西藏拉薩發生大規模的自由 抗暴起義 他講這件事 所以是往後 在立國之後 經歷了十年的時間 才完全控制西藏 是 1951年 正式派九國進去 就跟達拉拉 簽了一條協議 是這樣的 所以 這些歷史 在中國教科書裡 是模糊化了它的 因為它確保得如何 1949年 中國人民站 那我又說幾句 因為我現在正在評論 英國的那些 A級的九科書 英國的A級的 是有講這件事的 是有講西藏問題的 所以 學歷史的話 其實 英國的歷史 有時候是會客觀過香港那邊的 好 好了 想不到23日立法 兩位主持都說 有一個 嘩 簡直是 老振蕩式的一個 就是分享或者一些觀察 我們如何也好 就是 都是香港朋友 如果你在看這個節目 大家都好好計劃自己 小朋友 跟著學習的進程會是怎樣 那如果你說 有一些 不明耐力 或者一些 其實 心有邪念的一些人 打算 我們節目去做一些 壞事的話 我想這個節目內容的一個 就是數量 或者那個 就是 含金度 都令你們可以聽到爆炸 那我認為怎樣都好 就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這個Crew 這個時代公民平台 那也都希望大家繼續 是分享 點贊留言 還有跟隔壁的小鐘 是定期收到我們 這個節目 就是出街的訊息的 那我們一天 還在世的話 我們一天繼續 繼續呢 就是繼續支持 Anyway 也都祝了 因為楊sir身體健康 因為你知道 楊sir呢 昨天都有一件 就是 小小的意外 但是都化險為宜都沒事 希望楊sir呢 就多多保重 楊sir踩到紅線 鬼問腳啊 是 我到目前為止 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會PK 因為我們無緣無故過馬路的時候 手肘又燙 手指又冷 現在押台都算了少少 OK 好 好 大家都保重 那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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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